直到看见奥登和穆迪埃的采访才知道国内球员有多不自律 前广东外员穆迪埃在接受体育话报的采访时说 CP赛场是没有进烟的 从开赛到中场休息体育馆都是烟雾缭绕 所以从更衣室走到球场这段路 他都要屏住呼吸 当然穆迪埃这样的说法遭到了杜丰的澄清 不过在前段时间奥登又揭开了真相 在访谈节目中奥登自爆 他每次准备去吞云吐雾的时候 球队教练族早已在更衣室里云雾缭绕了 所以当球队管纪律的教练都如此带头时 他们下面的球员不自律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除此之外 在饮食方面 CP球员也非常有追求 迎球后 CP球员会经常烧烤聚餐 还有CP顶级内线周期 不仅热衷于煎饼果子 他还喜欢吃点小甜点 还有CP球员董汉林爆料 他经常和苏伟周旁一起喝酒 甚至一次每人能喝15瓶啤酒 不过在这里也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早年的朱方雨又抽酒又喝烟 但这丝毫不妨碍 他成为CP历史上最伟大的前锋之一 所以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